脑梗来袭时,两个地方会变硬,一个方子轻松摆平 大家好,我是中医好医生 脑梗是老人寿命的一大敌人 如果平时不注意,让脑梗服了身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一旦得上了脑梗,想要彻底摆脱风险 需要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才做得到 而且最关键的是要警惕随时发作 那有的人会问了,脑梗这么可怕 要怎么能做到早发现和早预防呢 今天我就结合一个真实病案给大家说一说 中医是怎样治疗脑梗的 那么在我详细讲解之前 大家可以先动动双手点赞收藏 以免视频丢失 有这么一个患者,男性,62岁 什么毛病呢? 就是大概在一周以前吧 左侧肢体麻木,流口水,说话也说不清了 听患者家里人说呀 这位患者之前就有过类似病症 就是一侧肢体麻木,说话不利索 但是很短时间以后,他就能自己恢复 所以就一直没当回事 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 可能是靠自己转不回来了 这位患者呢,自己也是有点害怕了 担心病情继续恶化 所以托朋友找到了我 想用中医的方法调理改善 面诊时,患者舌头发硬 言语不利,口角流口水 还头晕,乏力 晚上也睡不好觉,心中烦热 那通过仔细观察 发现患者脸上发红 食欲不好 舌红,胎黄腻 脉象,咸滑 患者在发病前啊,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 当时我就问他,说你都这个程度了 怎么才想起来就医啊 我当时很为他感到惋惜 如果在他第一次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 就尽早的调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了 其实,在脑梗早期的时候 身体会有两个位置变硬 屏幕前的你,如果发现了 一定要及早警惕起来 1.舌头变硬 暗示脑血管异常 大脑的宫穴会影响面部的宫穴 当脑宫穴出现异常的时候 很可能导致舌头出现异常的僵硬 患者无法正常的说话 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 甚至还会出现吞咽困难 不受控制的流口水等情况 嘴角歪斜也是典型的脑梗前兆之一 尤其在秋冬季节 早起照镜子的时候 人们应该多留意自己的面部 是否存在异常 并且留意是否出现舌头僵硬 说话不利索等情况 如果有,最好及时就医 预防脑梗 二,血管硬化 警惕脑梗 这种身体变硬的表现和前症相比 隐秘性会更强一些 但是如果你仔细留意 也能发现异常 比如在出现动脉硬化后 可能会引发头晕 头痛 视力下降等异常的表现 患者还可能因为动脑梗硬化 导致血管狭窄 从而出现眩晕耳鸣等不同的表现 影响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缺血的表现 比如出现四肢冰冷 发麻等异常 如果你发现自己属于脑梗的高风险人群 并且身体出现了这两处变硬的异常信号后 建议大家及时调理 早发现早治疗 是提高脑梗生存率的一个重要手段 有助于保护血管 那其实刚才这个患者的问题 用现代医学的视角看 属于腔系性脑梗塞 中医看 这个叫做中风 属弹热内扰性 中医啊 不知道啥叫做脑梗塞 也不知道所谓腔系 到底是啥玩意 中医只能从外在的 整体的角度去观察 归纳总结 把同样症候的中风病情归纳起来 分文别类 以不同的症候来命名 对这个患者来说 病因就是谈热 所以治疗的时候 就去化谈热 谈热消 梗就消 人就恢复正常 这就是中医的思维 很质朴 很简单 也很实用 那具体应该怎么办 像我前面说的 就要化着谈热 怎么化呢 用到的是黄莲温胆汤的加减 黄莲温胆汤原本的配物 就是黄莲 竹乳 芷石 半夏 橘红 干草 生姜 和茯苓 它就是化谈热的配物 在这位患者的方子中呢 还加入了 玉金 天竹黄 打南星 白猪 石昌浦和天麻大枣 总体来看 就是用黄莲尘皮 半夏 等来造湿 化谈 清热 用石昌浦 天麻 玉金 开窍醒尘 止晕 清新 地龙 活血通落 白猪 尘皮 浮灵 健皮固中 自气血之生化 就这样 谈热 被化解了 脑梗也就得到改善了 三个疗程之后 患者肢体麻木 明显改善 几乎就消失了 口角流弦的现象 也消失了 精神不错 有食欲 日常生活都可以自理 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可见啊 面对脑梗这样的 重大疾病 中医也不是无能为力 相反 中医对脑梗的治疗 一直都是疗效显著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了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 不一样 所以 不能照超原方 如果 你想知道 这几位药具体怎么配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现在的情况 我来给您辩证定量 我们下期再见